- 馬上進入喜劇日常EP49 - 大家好,我是靜兒 - 我是品雲 - 我是喜德 - 我是董萱 其實董萱哥就是面白的這個真的是很多方向 是我們愚人也是在很努力學習當中 對,那董萱哥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我們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? 就第一次認識我們的時候 我還記得 就是我們2019年剛開始創團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你們的影片 那時候很可怕 那時候都還沒有 就是你們的那種遲到啊 聖誕節那個漫長影片 - 我跟喜德有講一個聖誕節 - 你們要講一個抖音的 - 我跟喜德叫做小雨 - 不要再講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- 我有看過那個實習喔 - 各位觀眾不要再回去劃我們的youtuber - 那個很不好笑耶 - 那個影片他死不下架耶 董萱哥我不下架是有原因 聽聽看,我的想法是這樣 - 不是每個youtuber都有開始嘛 - 喜劇團我們也有開始 - 總有不好的一些東西嘛 - 慢慢會進步 - 你看到我們後面 - 你很喜歡我們 - 回去看以前不好笑 - 但現在很有趣 - 你就會覺得我們成長 - 想法是這樣 - 有時候自己會覺得小羞恥 - 還是董萱哥你覺得其實刪掉比較好 - 其實我覺得可以隱藏 - 進而自己留著看就好 - 進而自己留著看就好 - 你藝術下來又跑出來了 - 對不起 - 勛哥講有道理 - 但我覺得放著也是可以啊 - 因為就是或多或少也賺一點瀏覽樹 - 賺一點瀏覽樹這樣 - 所以我剛才也是看那個影片 - 就知道我們了 - 對然後 - 因為我就覺得 - 欸 瀕瑜長得蠻可愛的 - 又是女生 - 又是女生 - 那我呢 - 瀕瑜長得蠻可愛的 - 她根本不記得那一段有你啊 - 瀕瑜那時候在講脫口秀 - 宣哥你剛剛講完的時候 - 宣哥還說 - 那一段不是瀕瑜跟某個男的嗎 - 她以為旁邊是布景 - 妳的功用是什麼 - 遮住吉他人是不是 - 單人短劇 - 單人短劇 - 我那時候想說有女生講慢材 - 對因為有女生 - 那時候唯一在講慢材 - 坦白說就是有面白嘛 - 然後跟達康 - 然後達康可能有時候會有哈利姐 - 可是也不是那麼常出現 -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- 哇有女生講慢材欸 - 對啊 - 然後又長得可愛 - 漂亮女生 - 對對對對 - 居然是裝傻 - 對居然是裝傻 - 然後就想說真的沒有想清楚 - 然後就想說欸有沒有辦法認識 - 不是 - 就覺得說欸還蠻特別的這樣 - 所以其實一剛剛也是這個 - 然後第二次 - 董軒跟你這個心態就對了 - 但是你慢了 - 因為嗨咖先做 - 嗨咖那時候 - 然後我聽他跟嗨咖的戀愛詞的時候 - 我就說哇 - 那是你的歷程 - 只是你沒有行動 - 哇嗨咖手腳真快 - 哈哈 - 他馬上就來問我說 - 你什麼時候演出我去看 - 對 - 因為嗨咖是我們魚人 - 很早期的時候 - 他就來看我們 - 還是大學的時候 - 哇嗨咖手腳真快 - 他就很早就來有認識我們 - 是那時候認識 - 那時候是從影片上認識 - 然後第一次看到你們本人是 - 你們去上OpenMI的時候 - 喔二三OpenMI - 第一次OpenMI嗎 - 也是你跟你上 - 我跟你上 - 對 - 然後忘詞 - 還是那次有忘嗎 - 婚禮 - 不是 - 軒哥你這樣講就不對了 - 因為他已經不記得他忘了哪一次 - 喔因為這個也忘了 - 他真的太常忘詞了 - 你知道嗎 - 可是我發現到一件事 - 我發現原來忘詞你們會是這種反應 - 因為我們其實也很常忘詞 - 那你們會接下去 - 喔我跟梗賢會有一個暗號 - 因為我是最容易忘詞的人 - 喔這個大秘星喔 - 梗賢哥超會背詞 - 對 - 面白裡面我背詞最慢 - 喔 - 那梗賢哥跟丹麗蠻像 - 因為丹麗也是背詞超快的 - 對 - 然後他是不會忘的 - 所以只要每次 - 因為Bokeh幾乎都是發動的人 - 所以其實吐槽背本快 - 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 - 我就等那個裝潮點出來 - 你做什麼反應我給你啊 - 我給你就好了 - 所以他其實不太需要背 - 然後我有一次就真的是忘詞喔 - 真的整個忘詞 - 我接下來要講什麼 - 然後我就在台上突然就說 - 喔不然欸 - 喔不然你說說幹嘛 - 把球給我 - 把球給我 - 然後還有一次是 - 這種事他那個靜兒也做過 - 對 - 我們有一次在幫賀龍的那個 - TRI OUT開場 - 做他暖場嘉賓這樣 - 然後我就說 - 不然怎麼樣 - 不然你洗的 - 不然來搭訕一下 - 那時候講搭訕 - 重點是 - 我們前面才聊完搭訕 - 到這個環節就說 - 不然來搭訕一下 - 全場想說 - 為什麼又要再搭訕一次 - 超奇怪 - 害我 - 我就趕快找一個觀眾 - 把球給觀眾搭訕一下 - 跟觀眾搭訕一下 - 那喜樂有反應過來 - 靜兒忘詞嗎 - 有啊 - 因為完全卡不對 - 因為我幾乎沒有忘過 - 我大概只有那一次是忘詞 - 那其實這樣默契算很好 - 算好吧 - 只是陷害搭檔而已 - 至少有救起來這樣 - 那梗賢哥怎麼救你 - 他就說不然勒 - 然後就說 - 沒有啊 你應該怎樣怎樣做 - 提到時間 - 好就這樣 - 好好啦好啦 - 照你的方式就是 - 你們的暗號就是 - 啊不然勒 - 但還有一次 - 不然勒 - 只限定梗賢 - 有一次我跟牧生的短劇 - 那個自然生7 - 他是扮演寵物公司 - 然後我是扮演 - 帶梗賢 - 他是貓咪 - 梗賢是貓咪 - 來做寵物溝通人 - 然後那一段 - 我一直以為是牧生的詞 - 我想牧生怎麼都不講話 - 有時候會這樣 - 然後牧生覺得是我的詞 - 然後我們兩個竟然就這樣 -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 - 我們都有一個 - 算是一個共識 - 就是你不管再怎麼忘詞 - 你那個狀態一定要做滿 - 對 - 就戲的狀態一定要滿 - 讓一些觀眾看不出來 - 對 - 然後我們就這樣 - 你好 - 你好 - 就剛好也塑造出 - 第一次見面那個尷尬感 - 即使我們團也是 - 就是專長必須是這個狀態 - 我們專長是不能忘詞 - 想辦法都要救 - 但是open mind - 我們就是會玩一下 - 就是忘詞 - 我們就是把它甩出來 - 把它做效果啊 - 什麼什麼這種感覺 - 可是我最近有一次是 - 演兒童劇的時候講錯詞 - 然後旁邊的人就有幫我 - 他就加一個吐槽 - 因為我那句話原本是 - 你們要看 - 我就真的給你們看 - 這樣子 - 先跟你評評評 - 我們那個校群 - 演了快30場 - 幾乎不能忘詞 - 不可能忘詞的那種程度 - 他那一天一個忘詞 - 整齣戲都亂掉 - 什麼叫亂掉 - 就是他們那個丹麗跟喜德 - 直接在台上笑出來 - 然後最誇張的是什麼 - 丹麗跑出來 - 丹麗是一個很少在戲劇當中出錯的 - 因為他穩定性非常強 - 他出來演出 - 忘記拿背包 - 這麼重要的一個道具 - 他還說 - 你等我一下 - 我幫我忘記拿了 - 就是因為他那個網子開始 - 後面全都亂掉了 - 你知道嗎 - 我們大家都笑場了 - 太誇張了 - 因為我那一句話是 - 你們要看 - 我現在就給你們看 - 這樣子 - 然後我那天就太早 - 我就 - 你們真的要看 - 你們知道嗎 - 我就等下講說 - 到底在講什麼 - 然後我和丹麗兩個在旁邊直接大喷笑 - 丹麗還說 - 你先聽聽看你在講什麼 - 對對對 - 然後我也沒有接說 - 你看我太生氣了 - 都把話都講不清楚 - 我也沒有 - 我就直接接下去變那個魔術 - 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- 好不好 - 根本不知道 - 對啊 - 這是忘詞真的很驚人 - 對 - 但我有一個故事我也想分享 - 就是丹麗忘記拿背包 - 他還有辦法下去救 - 我們發生過一個情況就是 - 那一場的段子叫臥底 - 每個人都要配一把槍 - 然後道具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一把槍 - 然後剛好我們前團的西椎 - 在他出場之前 - 找不到自己的槍 - 但不行 - 他一定要帶槍上去 - 然後找不到自己的槍怎麼辦 - 他就先拿我的 - 我還沒出場 - 先拿我的 - 然後叫我去找另外一把槍 - 怎麼可能大家都配好啦 - 我現在還伸另外一把槍出來 - 然後差點拿什麼 - 拿窩機 - 拿窩機假裝上嗎 - 對對對對 - 差一點點這樣 - 那後來槍怎麼辦 - 後來才發現 - 原來我們有一把淘汰的槍 - 剛好那一場已經要丟垃圾桶 - 剛好擺在垃圾桶旁邊 - 後把那一把找出來 - 神救援 - 那到底是誰的槍 - 後來才發現 - 原來犀罪把槍放在他的黑色包包的上面 - 那一把槍也是黑色的 - 所以他沒有看到 - 他找不到他的槍 - 保護色掉了 - 對 - 道具真的有時候真的亂擺 - 真的是會找不到 - 對 - 真的是這樣 - 但有人沒亂擺也沒帶到啊 - 例如誰啊 - 三木桑 - 我們上一集才剛講過 - 就是他有一集是那個 - 他出場的時候要背一個包包 - 然後呢 - 因為他曾經就發生過找不到包包 - 所以我們後來幾場 - 就是特別把他放在一個特別顯眼的地方 - 然後因為那個演員出場前 - 他就先把麥推了 - 這樣子 - 然後他那天一下台要找包包 - 他就 - 麥已經推了 - 他就包包咧 - 欸沒有看到包包 - 聲音整個傳出去你知道嗎 - 然後因為三木桑一定要先出來 - 他人一定要先出來 - 我才能出來 - 我是第二個上的 - 但他真的太久 - 久到那個燈光已經亮在那邊 - 至少三到五秒 - 然後我想再帶包包上 - 我趕快就衝出去做戲 - 再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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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- 然後就完全沒有 - 然後三木 - 我就一看到三木 - 完蛋了 - 他真的沒有帶包包上來 - 他就是本人上來 - 可是沒有辦法 - 因為那包包跟後面的戲 - 非常有關係 - 裡面有很多重要的東西 - 然後我那時候內心 - 就是一直在跟他對話 - 還在那邊跟他做戲 - 但我腦中一直在想說 - 死定很完蛋了 - 怎麼辦 - 現在該怎麼辦 - 我現在完全救不了這樣子 - 然後後來是換喜德一上 - 然後喜德就說 - 欸你的包包忘記拿了 - 我好險 - 你有把包包交給他 - 真的是神救援 - 那個台下還有觀眾 - 可能看兩場的觀眾 - 那個三木桑一出來對不對 - 我就聽到台下觀眾講 - 啊完了 - 超大聲 - 他說 - 啊完了 - 我自己想說 - 你不要吐槽 - 該你什麼事情 - 不要吐槽 - 難怪蔡田場說 - 山木桑的裝傻 - 是真的笨蛋喔 - 對 - 他是真的傻 - 我們跟他相處後也知道 - 是這個事實是這樣 - 對 - 他是真的 - 有時候真的會蠻天兵的 - 但他之前也蠻好笑 - 他真的蠻好笑 - 他就自己會發生 - 非常多好笑的事情 - 沒錯 - 所以他怕開始也講不完 - 很有趣的事情這樣 - 那董璇哥最後啊 -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這個 - 有沒有喜劇的新人 - 或者是有些根本還沒 - 想踏進來的人 - 你覺得 - 我們等一下先把那個 - 不要配錢 - 這個先拿下來 - 就個人 - 個人 - 個人的話 - 你覺得 - 如果說他們真的蠻想做日式喜劇 -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- 我自己覺得不管做日式喜劇還是喜劇啊 - 我覺得 - 心理素質比你的創作力還重要 - 因為有時候你的心理素質 - 你的創作力其實強喔 - 也有可能只是現階段還沒有辦法 - 被市場所接受的時候 - 你會先被酸民打倒 - 因為喜劇這東西很奇怪 - 就是它的門檻很高 - 但是一旦跨過去了 - 就都是你的了 - 因為喜劇跟一般的偶像劇不一樣 - 偶像劇我還可以看帥美 - 喜劇不是 - 喜劇一剛開始 - 絕對都是尷尬的 - 哪怕是再好笑 - 第一次看到你的就是有防衛性 - 第一次看到你就說尷尬難笑 - 而且他看到是喜劇兩個字 - 他就會心裡想說 - 我來看你有多好笑 - 我喝酒我來看看 - 然後他自己最無聊 - 哇 - 酸民啊 - 你才是酸民嗎 - 出現了 - 酸民本名 - 你心裡不要再邪惡了 - 你今天怎麼是這個人設了 - 酸民本名 - 真的有被酸民氣到 - 負黑的個性這樣 - 你到底累積多少的酸民罵你 - 來這邊那個發洩一下 - 真的真的就是太多酸民 - 但很多人都會在這邊被打倒 - 就是在寫段子的時候就覺得 - 好像會被罵 - 寫段子怎麼辦不好笑什麼 - 我不好笑都是正常的 - 怎麼可能會好笑 - 剛開始一定是宣傳不好笑 - 各位可以再去看我們幾支前面 - 頻道第一支第二支 - 但我覺得可以多上open mic - 因為open mic的觀眾都人非常好 - 漫才的open mic是這樣 - 其他我們沒有跑過不太知道 - 但漫才open mic的觀眾真的都蠻nice - 所以我其實也是蠻期待 - 因為其實愚人 - 你們其實有點像是以前的面白加前劇團的結合體 - 聽起來不太好 - 聽起來不太好 - 但前劇團是賺錢的喔 - 它也是賺錢的 - 欸那我更糟了 - 就是我像前劇團 - 重點是我還不賺錢 - 到底是不是我是不是太不會賺錢了 - 怎麼會這樣子啊 - 但我覺得還好 - 上一些金融課還是什麼 -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走過這段 - 你會慢慢掌握到 - 哦真的是要這樣做 - 各位沒有布景喔下一段 - 完全沒有 - 以前做好的可以用吧 - 完全沒有 - 而且我們所有人的衣服是 - 今天衣櫃拿什麼就演什麼 - 就這樣 - 我們沒有要半裝 - 純時裝演出 - 一張票920 - 還漲價 - 超好貴 - 那面白最近今年會有什麼活動嗎 - 今年也是過完年後會 - 二月連續三週會演出 - 包含台藝大啦 - 台中就去中山堂 - 高雄就去智德堂 - 就連三檔 - 所以演什麼 - 直男生八 - 八 - 直男生已經多到我已經分不清楚 - 七和八 - 哪一檔我看過了 - 大家真的要自己去打勾車 - 這一檔我看過 - 或者是可以去我們官網 - 裡面有詳細的介紹 - 面白大丈夫他們有個習慣 - 應該也是全台灣劇場全首創 - 就是他們會把他們所有演出 - 頂置在FB社團的文章第一篇 - 這應該真的沒有團隊這樣做過 - 就是場地都先敲好了 - 包含你要演什麼劇目 - 讓他的觀眾跟粉絲可以說 - 知道我哪一天可以去看什麼 - 這樣 -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-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 - 但也有一個壞處 - 壞處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- 我們反而是會先被割捨掉 - 因為他知道在哪裡可以再看到你們 - 是這個概念嗎 - 原來你們每一年好像蠻穩定的 - 都會一直演 - 可是有些劇團不是 - 有些劇團可能 - 哇他很容易就瘋箱了 - 很容易就不演了 - 趕快去 - 而且他甚至會不會加演 - 我也不太確定 - 但是面白我好像知道 - 他明年還會再演 - 這種感覺 - 就有一種面白be with you的感覺 - 對 - 好會 - 你很會接 - 但這就是兩個路線 - 你到底是想飢餓行銷呢 - 還是想要追求最大化 - 但我覺得董俊哥你們還是要公佈 - 因為我們小團可以避開 - 我們畢掉一下 - 我們真的欸 - 我們沒有在開玩笑 - 我們在排我們的演出檔期 - 是面白的先拉出來 - 這個撞到高雄跟他們同 - 不行不行 - 跟他們交換一下 - 真的是這樣子 - 可是觀眾真的有重複的那麼多嗎 - 還是說會競爭 - 必須老實講 - 真的是受面白前輩跟打康前輩的 - 很多的照顧 - 幫我們推薦 - 因為真的現場真的蠻多是 - 真的是面白超級粉 - 超瘋狂的 - 他們一來就說 - 我跟你講我們是麵粉 - 然後那個手機殼啊 - 都還是麵粉 - 然後我還吐槽他說 - 這個已經有新的吧 - 出新的嗎 - 怎麼還沒換呢 -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- 人家麵白出新的 - 然後你以為我只有一台手機 - 然後來看我們的表演 - 然後有一個版本是董軒 - 來幹嘛 - 舉著幹嘛 - 跑錯的地方而已 - 跑錯的地方而已 - 還是他把你當成我 - 很像 - 因為今天董軒沒有帶引進耶 - 對啊 - 這真的也是有很多前輩的粉絲來看 - 因為我覺得蠻多真的是不認識我們 - 可是因為從比如說面白的到 - 或是達康的長渣 - 然後有魚人的演出 - 那來看看新生代團體這種感覺